4月26日号称关岛杀手的东风26导弹 经过数年的试装试用合作战检验,正式加入火箭军部队 东风26导弹最大射程4500公里,是衔接射程3000公里 东风21,与射程8000公里以上,东风31导弹的主力中远程导弹 东风26导弹何尝兼备,其反舰能力更是被人称道 该型导弹的入列将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域反舰入区域拒止能力 从第一导链直接延伸至第二导链外 美军部署在该区域主要如迭哥加西亚、关岛的港口、舰艇、机场等重要军事目标 军暴露在东风26导弹的覆盖范围之下 东风26确实是确实是一款只战的撒手锏武器 但是在当前和平时期,它却有明显的不足 弹道导弹属于战略武器不可轻易动用 像俄罗斯和美国,一旦发现某区域紧张 从机场立刻起飞两架白天鹅B52站轰到这一区域转上一圈 宣示自己的存在,让各方保持特质 虽然我们也有轰6K,但是好像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总不能射一枚东风26像2T角一样 空炸一下,用作震射吧 要知道这枚2T角造价好几亿,我们可还没付到拿东风26炸着玩的程度 在这东风26有目标的发射容易造成误解 很有可能遭到疯狂的报复,将使太发展到不可控地步 那就完蛋了 当前,我们针对二岛链有效反制手段 除了东风26外,当然轰6K也可以达到既定目标 但两者弱点明显,东风26会耗费太高,一枚就数亿元 效果虽好,暂前发的也心疼 轰6K效费比好,但突防能力明显不足 轰6K想要突破外围天机、海溪、陆基等固定和移动的侦测警戒系统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没干到别人 别人的防空系统,把自己先干残废了 所以当前寻求一个消费比好,出防能力强的战术和装备是很有需要的 前段时间,关于歼20一下,挂载四个大型副油箱的测试照片流传网络 据悉,这种副油箱每个可以加在2400升,约1896公斤航空燃油 四个可以为歼20增加75吨染料,而歼20内部油箱载油量为11.3吨 有就是说四个副油箱为歼20,额外提供了60%的人油 航程则相应增加了50% 歼20作战半径为2200公里 加载了副油箱之后,将提升至3300公里 那么距离2600公里的关岛将直接被纳入了歼20的作战半径之内 挂载副油箱虽然破坏了歼20隐身性能 但是在前往的过程中,副油箱燃油耗尽后将被抛弃 恢复隐身性能再突防进入对方舟斯盾雷达系统探测范围 如果歼20轰6K联合作战,由歼20提前清场摧毁防空系统 轰6K后面跟进进行试剧外补充打击摧毁机场、港口等重要设施 毕竟歼20载弹量有限,只能用作清场 覆盖打击还是要靠轰炸机 两者配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联合战术打击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东风26号费高 弥补轰6K突防能力不足的问题 既省钱还有效 不过实战战术配合 规避各种防区外侦测警戒还有待上去 但这一战术齐震设立不容忽视 当然,想要不用这么麻烦 发展新型中程隐身轰炸机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络流传的轰18中程隐身轰炸机 简直就是围观岛、迭戈加西亚等量身定制 不过目前轰18还是捕风捉影的状态 暂时不能当真 子兽满上年轰